第一梯一年制的海军陆战队新兵 一大早就到屏东龙泉海军陆战队新训中心报到 首先由弃毒犬进行检查行李 再来体检 理发 接着领取装备 准备引接在陆战队的军旅生活 在目前两岸情势紧张之际 来自排文族的义男不但加入国军 更直接签下去转服志愿役 四个月转一年一期 海军陆战队的新兵入伍训练 从五周变成八周 四大训练阶段的课程更加强化 另外为了让义男安心 新训练的守卫主官也安排由女性军官担任 第一个阶段为军能核心价值以及体能战技 第二个阶段为步枪射击以及游泳训练的课程 那在第三个阶段是战斗教练 及第四个阶段为综合战斗教练 我们也期许一难能够顺利完成训练及考核 持续精进体能战技 面对中共不断的武力威胁 台湾兵役制度改革更要走得稳健 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 担负其保卫家园的重任 新航亚太电视李真荣 李金菊 台湾屏东报道